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回到第四節了 你覺不覺得今年熱不熱呢? 不只是今年 我記得在過去幾年 就算是瘟疫期間 香港那種焗熱的情況是難頂了的 那種又熱又濕的情況 不是去到7月 是5月開始已經是這樣 現在你熱的時間越來越長 現在是熱到10月中秋打吼 不止了 你說如果真的回到第四節 可能講到11月最後的星期或者12月頭 你才叫回一下風 不是說法 是回那些季後風 是那些冷風 但是打風真的會越來越 很遲一個風打 一點都不奇怪 當然這個大家知道 是跟我們全球的氣候變化有關 不過我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 一個人 正常的人 他是忍受到多熱和多濕呢? 一說到這裡 我不知道有沒有聽眾 立刻想起我們的前天文台台長 還有我問一下 我問一下我們現在眼前鏡頭的台長 你自己熬不熬得熱呢? 我問一個實際的資料去回答你 林宵英就說他一個月的電費負7度 一個月的電費負7度 那我之前一期有說我是負2的 那我負2的原因是因為我沒有冷氣 我有風雪 不過我多數不開的 那些人問我怎麼撐得住 這個是一個習慣問題 那還有 我冬天是沖冷水涼的 OK 你都真的很環保啊 不是 我說了我的動機不是環保 我的動機是那個身體 鍛鍊身體 OK 這個不要詳細說 因為很多網友透過不同的途徑去問 為什麼我會這樣做 我的動機不是林宵英的動機 我問一下你用哪種籽 你是鋪什麼籽的? 我是鋪一些有格仔的那種籽 我大約知道哪種 那種不要睡的 大家不要學我 OK OK 就是這樣說 我自己叫做最堅韻 最多都是能夠做到不開冷氣 但是我都要開風扇 但是都真的要扯風 這樣才能夠做得到 譬如我就算是香港家裡 我自己在最熱的時候 那我可以控制到就是 可能幾晚私開一晚 那我就覺得自己厲害了 還有很差的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現在又怕熱又怕冷的 這裏為什麼要說這堆東西呢? 其實要帶出一個話題 當然這樣說 在這裏聽到 林超英台長和梁錦祥台長 我想他們幾捱得熱呢? 我覺得呢 就好像你看著一些職業運動員 他們在奧運會裡可以幾厲害 這些是望塵莫及的東西來的 對於我來說 是很不實際天空流角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呢 我更加實際的是說 我們怎麼去了解自己身體 還有很好了解人自己的限制 他訂立一個標準 來去告訴別人 什麼情況之下 你要做什麼 遇寒措施或者遇熱措施 來去令到我們 是更加健康地去生存呢? 這樣我們現在都看到的 酷熱天氣越來越多 那開始有些叫做什麼酷熱警告 就是呢? 譬如說有些的參考指標 說如果那個溫度超過了多少度呢? 那你那些叫做重型工作的人呢 就要每工作15分鐘 就要休息45分鐘 那去到這樣的嘛 有些數字是 或者有些不是那麼重型工作的 不是體力勞動那麼高的 那但是呢 都可能要每工作45分鐘 就要工作15分鐘 那有這樣的指標的 那它是用溫度來去做的 那但是這個指標呢 大家覺得有沒有用呢? 它有沒有經歷過一個大規模的測試呢? 沒有一些什麼科學根據呢? 那其實呢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要值得去深思的 那正正就是剛剛在這個星期呢 就出了一個在自然期刊核下的那個環境通訊那裡呢 那它有公佈一個研究的結果 那它是就是說呢 根據於近年呢 在那些這樣的熱帶 和那些南亞、東亞地方 熱浪襲擊的時候 熱死人的那些數字呢 來希望去研究回一個合理的標準 究竟我們未來面對更加多這些這樣的熱浪 氣候變化的問題的時候 究竟用什麼的標準來去給各國政府做指引 從而令到他們呢 更加可以照顧到大家 什麼時候應該要繼續工作 什麼時候要停止壓人工作 減低大家的傷亡呢? 那是有一個比較科學的研究在這裡出現了的 那首先啊 我們一直以為呢 理論上呢 人就算熬多焗熱都好 如果是一個35度的溫度 但是濕度是100的時候 那就是說很濕很焗的那種熱 35度100的時候 那這個就幾次 我們譬如在近幾個夏天 香港曾經出現了那些濕熱的情況 你可以真的到市區的地方很濕很焗 但是就在這條街上 因為周圍不只是太陽曬 是周圍開行冷氣 外面的熱氣噴出來 令到這條街真的有35、36度 他們就會認為呢 在這些環境呢 我們不可以熬超過六個小時 那另外呢 如果是有些地方 它的濕度是剩下百分之六十幾 那相對呢 你可以熬到的溫度呢 就是你可以去到涉事四十幾度 你都可以熬到幾個小時 因為呢 其實我們本身的人熬不熬到幾熱呢 是好看我們人的核心溫度 跟外面 有沒有辦法把我們核心裡面的熱 去散去外面的環境 如果我們的溫度 比起外面的溫度高 那有個熱的差的時候呢 那就會有個熱流 就是由我們出去外面 而且那個溫差越大 那個熱的走失率越高 所以如果我們的人是37度 外面只有35度呢 那個熱其實走得很慢 慢到那個地步是走不及 令到我們的核心溫度呢 就有機會就超出了37度 甚至是去到38度 那樣 那個人就中暑就是這樣去來 那如果是去到 雖然是外面46度 但是外面的濕度低 於是乎就有一個蒸發的效應 就可以透過我們汗的蒸發效應 來幫我們帶走熱 那這個如果也帶走得足夠的時候呢 那也都可以保持著我們的核心溫度呢 就不會是過熱 就不會去中暑 就是這一種人體核心溫度的概念呢 我對上一次聽到呢 我記得是什麼呢 又是我們預備科學新資的時候 我忘記台長你有沒有看過 那天是適逢奧運 有一個單車的女運動員呢 他本身就不是職業車手來的 那他是一個純粹是 我記得是去年說的 是啦 他是自己研究 這個人的體溫問題 是運動科學的人來的 他們有自己的理論 他就是說 只要我調查自己 用我自己的身體核心溫度來做絕對指標 只要我保持我自己的核心溫度 不要過夜的時候 我就出力繼續去踩 就是我一見核心溫度 原來還有空間可以上升 我就發力去踩 我就用這個來做指標 就不要管什麼叫做 留前鬥後 疼不疼 完全不理這些 最後他是贏得開行的 是的 那從這個新聞開始 我就覺得 原來有核心溫度的概念 原來我們後來就知道 核心溫度過熱就是人中暑的問題 原來這次 在這種人究竟有多捱得熱的這種研究裡面 我們也是 最重要是關心著我們身體自己的核心溫度 和我們向外散熱的能力 和剛才都聽到了 而這個散熱的能力 是非常之要視乎濕度的 在這裡 講完這裡 我就帶出一點就是什麼呢 其實只是看天文台公佈的那個溫度 來去定立那個 究竟人應該要做多久 要靠多久的指標 其實是不足夠的 甚至乎有時候是不對的 因為同樣是35度 你如果那個人的濕度很高的時候 原來不要去到35度 他就已經很容易出現中暑的情況 而且有時候對於老人家是更加嚴重的 為什麼呢 譬如好像台長你自己 你自己有個鍛鍊的時候 鍛鍊的位置出現在哪裏呢 就是我猜你自己本身那個 汗線出汗能力的反應是比較發達的 你的身體很容易感受到你身體熱 你就很容易馬上就出汗了 你的出汗的機能是好的 再加上本身你個人有鍛鍊的時候 你那種新陳代謝 亦都是令到你那種散熱能力是高一點一點都不奇怪 我會明白為什麼捱開熱的人是捱到熱的 就是他自己本身的身體 他已經真的訓練到他那種散熱能力 所以我也不會懷疑 林超英他真的有自己身體過人之處都可以 但譬如說對於一些運動本身比較少的老人家 亦都是開慣冷氣的老人家 那他一旦突然遇到熱浪的時候 他的身體反應不及就麻煩了 這個甚至乎捱凍的能力都是的 你習慣了春凍水糧你的皮膚適應到 懂得去收縮、懂得去保暖 那你又會捱凍的能力是好 這個講個例子 譬如泰國這樣熱開三十多度 那一年是突然間冷了 是啊 二十度就冷死人了 是冷死人了 在泰北的地方 就是你的身體習慣到某一種狀況之後 他是適應到的 我的調節能力是有得去熬 有得去訓練出來 但是是需要時間 還有需要一種你自己平時的飲食 和日常起居鍛煉的習慣結合而成的 所以在這裏不要用絕對的溫度計標準 就是我們很多時候會說 只是看到溫度計 放在這裏 27度 接著就說我可以做多久 那其實是不足夠的 在這個研究裏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結果就是什麼呢? 就是考慮到濕度的效應 我這裏又要講少少一般那些概念的定義 我們其實很多時候講那些室內溫度是多少呢? 我們不小心用了一種叫乾球溫度 就是那支溫度計乾燥燥就這樣放在那裏 那叫Dry up temperature 就這樣一支溫度計放在那裏 就暴露在空氣裏 你放室外就室外溫度 放室內就變了室內溫度 那量度一個叫乾球溫度 這個就是我們經常經歷的一種標準來的 但是如果你說天文台 其實它不止的 它還量度一種叫濕球溫度 就叫wetbuck temperature 那這個濕球溫度它量度的時候 它是有塊濕的東西 濕的棉花索住一些東西去濕住來 去包住它那個溫度的部分 那在這個測量裏面 其實就考慮那種濕的效應 那其實在這個氣候研究裏面 它就說 那這個氣候呢 與其你去用一般正常每天的那種乾球溫度 來去嘗試問一下 去跟那個每天因為熱浪死的人數 的關聯度有多大呢 就不如就用濕球溫度來做這個關聯分析 就發覺是更加合理的 那它就因為說呢 我們人自己本身散熱的機制呢 也都的而且確 無論主觀感覺 因為散熱的機制 是既視乎於溫度和濕度 兩個因素同時要成立的 那所以這裏就鼓勵呢 就說我們是不是應該要 轉用一個濕球溫度 來去做我們的新的指標呢 那還有就是說 也都給了一個tips大家就是說 大家熬不熬得熱 就是如果那天可能看上去溫度很熱 但是原來濕度不是很高的時候呢 那其實大家可以有條件 不如試一下開風扇吧 就是這樣就可以考慮試過了 那怎麽為之很乾很濕啊 那對於香港來說 你去到其實濕度去到只有50 就已經紅色火葬危險警告訊號 其實去到70你已經乾得很舒服的了 就是如果在香港這些氣候來講 那我想就是看回近日 台長都說近日的天氣就好像都比較乾爽一些 那我想它的相對濕度都是70多左右 我自己沒有留意 70 那有時候去到60 那但是也有時候會去到80多之後 其實譬如打風之前呢 因為它開始了 不過呢香港有個好處的 你買一部抽濕機都幫到手的 不過我想解釋一個問題就是呢 剛才我們講到就是 如果那個體內核心溫度是高的話 那個機制是否因為你的核心溫度高 令到你缺水 那些水分精化了 所以導致你身體有問題 好的 其實呢 你的溫度高呢 是直接影響到你身體那些酵素的運作的 直接影響你的生化反應的 是的 當然是脫水又會有另一層影響了 你因為出汗 令到你的電解質流失 沒有得到補充 就直接令到神經系統受到影響了 所以那一套呢 因為太熱 令到你那個電解質失行 水分不失行 甚至乎是你的酵素運作受到影響 是一套東西來的 那如果你是用這個角度看可不可以用其他補充呢 舉個例子 譬如說 你的水分不夠 我們多喝點水 譬如那些酵素不夠 我們吃 因為酵素現在又有得吃的 那那個就 那個就不是要靠這樣補充了 但是所以呢 你這麼說 現在你看到 一般太熱或者運動出汗太多 那你都是透過補充一些叫Isotonic的飲品 是的 你就不要只是喝水 是不是 又是剛剛這個星期的新聞的 有位媽媽 她就是突然之間一夜 穀了成六、七杯水下去 那跟著就是暈了 跟著就老水腫 那就種了水毒 但是如果你在這種流汗 這麼多情況 這麼惹的情況 你喝的東西 你就不是要喝清水的 你是真的要喝一些 就是有電解質的飲品才可以的 是 大家要留意 喝一水多會種水毒的 不要想一下 是 就是你要很渴 想著一次過喝三、四杯 你不要喝一些完全沒有味的東西 你要喝一些 就是不一定要買保抗力的 你是喝普通 就是你是喝任何 就是汽水啊 或者喝一碗湯啊 就是總之是要喝一些有味的東西 是這樣的 好 這次有結束 我們下一節就是科學回憶錄 嘖 嘖 按小鈴鐺 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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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